从偶像团体Energy出身的男星阿弟,肖锦红,和妻子May,邱欣伟,结婚11年,两人也育有二女,今年也传出May再次怀孕的喜事 虽然过去的他们常为了钱吵架,还差点闹离婚,但是May透露,现在的收入比老公多十倍,不过仍会保护对方的自尊心,而这个四个贴心动作让他成为好老婆代表 May近日在节目上分享,自己去年生日时,为了庆祝在一起十年,送对方一台很喜欢的重鸡,让阿弟又惊又喜 但他也好奇,明明是May生日,为什么要送重鸡给他,当时May表示,我生日如果做什么事情会让我开心的话,就是让你开心,超暖心的话也让主持人连静文大赞好伟大哦,而谢祖武则是开玩笑说好蠢哦 阿弟也向他透露未来想持续磨练演技,May对此相当赞同,并鼓励老公可以往舞台剧发展,而他可以负责家中的经济支出,要对方不要担心 贴心的他还会每个月给老公五万块的零用钱,因为不希望他跟朋友聚会时,打开钱包没有钱,让人觉得他过得娓娓诺诺 超暖的举动也让来宾苦灵笑说你还有缺老公吗 贴心的行为还不止这样,May还会办一张没有限制额度的付卡给阿弟,让老公可以请朋友吃饭,比较有面子,也能掌握他花钱的流向 但他还是常常提醒老公,一家执主还是你,我只是暂时帮你赚钱,我等你赚钱再回来养我 May提到,假如他这个月赚了20万,他会跟老公说我们赚20万,因为他认为,自己外出工作时,阿弟在家雇小孩,做家事也很辛苦,所以有一半的钱是对方赚的,正向态度也让现场来宾相当佩服 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